全球Need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分季节来说 目前空屋费有可能提升秋冬 而降低春夏 有人说这不止空屋基金降低了533万 将有排挤原本使用的情况 又环保署自己的研究报告指出 应该提高4到6倍 才有可能达到空屋防治的效果 再说春夏季的空品 可能因为降低了春夏的空屋费率 而导致恶化 使得不止秋冬空气差 连春夏都是 空屋费的调整 这件事到底该怎么看 而分地区来说 北部的都会型空屋 大多来自于交通 中南部多来自于工厂与工业 在2018年的时候 老旧的柴油车太旧换新的政策一推出 虽然利益良好 但是因为牵涉到弯刀扣几台 这个工作权的事 而惹发了相当大的争议 那么目前的做法是什么呢 而呼吸着和台北不同空气品质的高屏民众 那里的空品区有四个侧站 美农 前津 屏东 恒春 但是恒春站 因为风大地区的人又少 所以被认为 既失真 还过度的美化 108年的时候 PM2.5的年均浓度还只有9 简直和花冬一样好 他们难道一定要忍受着 和北部不一样品质的空气吗 又不是二等公民 那么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要为各位介绍 今天来到我节目当中的专家 他是来自地球公民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都担任地球公民通讯的总编辑 他是王敏玲 王副执行长 你好 陈伟宁好 大家好 副执行长 在我们看到 大家都非常关心 这个已经被联合国列为 一级致癌物的PM2.5 那在八年前 政府那时候定出年均浓度是15 这样的单位 其实已经比WHO的建议值10还要高 原本渴望 我们看到原本大家都在看 大概2020年 可以就是降空污有成 可是如今延后到2023年 再往后推了三年 这件事情在这个政府 它是已经拍板了 还是仍有转环 那地球公民基金会又对这样子的 举措的回应或者是主张 是 谢谢陈伟 其实我们如果把时间倒退到2012年 那五月的时候 环保署有公告 这个台湾的PM2.5空评标准 是第一次公告 那当时的公告标准就是年均值15为克 没地方米 那当然很多人就是质疑说 这个定了标准 那如果没有办法达到 那有什么用 所以就需要有一个达到的时间表 所以当时我们的政府有提出一个 所谓的黄金十年的行动计划 如果我们去找当时的文件 可以看到一个黄金十年的行动计划 那他就有定他要做什么 这个黄金十年要做些什么 然后2020年预期是PM2.5年均值 是可以达标的 这个其实我们找过去的很多的文件 其实都看得到 那其实我们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注意到说黄保署好像打算 把这个年均值达标的年限往后延 当时其实我们就有发文 请黄保署说明解释 为什么 那黄保署的说明主要是说 当时是把这个境外的影响算进去 那后来他们发现说 这个境外这个部分 确实有很多的不可处理的因素 那所以最后就把目标放在 我们自己境内可以努力多少 那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错 对啊好像有道理诈听 可以动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比较进一步去想 会觉得当年难道没有想到这些因素吗 对啊 对不对 当年提出了黄金十年的 对啊 对 既然当时提出了黄金十年的行动计划 应该当时就有做一些分析 就是说当时是怎么算 就是说 境外多少 然后境内可以减多少 然后怎么样可以在2020年达标 以论上这个计划 不应该是没有好好的去规划 就定的目标 所以其实我们地球公民基金会会觉得 就是说经过了八年的空污房子 到底哪一些工作是不如2012年的预期 其实这个要先检讨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污染源是来自于固定源 也就是工厂 那有一些是来自于移动源 也就是交通运具 那当然还有除了这两者之外的益膳源 各种的污染 那当时这个黄金十年 是不是在这三种的污染源的减量的计划里面 都有一些分配 那是哪一个部分的减量遭遇到难题 我认为环保署不是不能做任何目标的修订 但是首先要开诚布公 就是说任何事情不如预期 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原因有没有好好的去做检讯 然后跟社会说明 如果没有只是片面的说 我们现在就觉得说 这个境外的影响没有办法处理 那我们只能处理境内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服力不够 因为我们八年前不可能不知道 境外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处理的 没错那个影响是一直存在的 不过如同王富您刚刚谈到的 就是说大抵来说 我们的空污的主要来源有三种 那这三种其实在过去 从2012年喊出黄金十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针对它其中的每一种 包含了这个就是固定污染源 如同工厂或电厂 那移动污染源 如同大家每天通勤的这个大众运输 或者是汽机车 那这三还有另外三分之一是来自境外 这个三种的主要他们的管控方法 您能不能给予建议 是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我们高雄如果以这个云嘉南高屏来说 我们北部的朋友应该知道 云嘉南高屏跟北部的空气污染的状态有一点不同 北部的空气污染的实际的成分来说 可能可以反映出比较多是都会型的空屋 那云嘉南高屏 因为整个台湾的很多的重工业 大概都聚集在这里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反映出来 比较多是属于工业园的空屋 都会型大多是宜屋的意思吗 交通工具 对都会型的话 那个因为大家都集中在那个上班时间 9点上下班时间的那个空屋 是非常重要的排放源 所以其实从空气污染物的成分 其实有很多学者分析都看得出来 都会型的空屋可能跟宜屋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交通污染源 其实有非常大的关联 那中南部 特别是云嘉南高屏 其实工业园的影响就非常的多 这个是属性有一点不同 那如果我们从环保署的分类 就是工业园 移动园 跟液散园来看 工业园的影响 我想过去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跟燃料有关 也就是说当时燃烧的煤 跟这个重油的比重都太多 不管是工业用的锅炉 或是商业用的锅炉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烧重油 然后我们的电厂烧煤 这个部分其实对于工业园的 这个空屋的来源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的影响力 那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就是透过这个 我们燃烧的这个燃料 其实是做一个燃料替代的工作 那燃料替代的工作 我们就把比较重污染的改成 相对比较低污染 这个部分其实工业园的减量 就比较明显的 至少我们可以从高雄的 这个流氧化物 就是空气中的流氧化物的浓度 过去高雄非常的高 那流氧化物的浓度非常高 其实通常代表 这个地方的工业园污染 非常严重 那高雄这一两年 其实有明显的看到 对这个流氧化物的 空气中的流氧化物的浓度 是有降了 那但是呢 从移动员坦白说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 在李应元先生担任署长的时候 也曾经推动有关 这个大型的柴油车的一些 减量的方案 那当时呢 遇到了一些主力 也有很多的争议 那当然当时的争议跟主力 也有开了一些工厅会 那但是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后来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 就是以移动员来讲 都会行 我们看到可能是汽机车为主 但是呢 其实有很大量的 全台湾的移动员 是来自比较大型的 这种老旧的柴油车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其实现在的署长 必须要再继续面对 因为毕竟这个部分的占比 并不低 那还有就是刚刚说 陈伟有提到三大块嘛 这三大块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块 叫做义扇圆 那义扇圆就有很多了 义扇圆很广 因为比如说包括 其实义扇圆有一些 也跟交通员有关 只是它是车型的时候 经过的阳城 也就是不管什么车子 你都会有阳城 人走路的阳城 跟这个轮子带过去的阳城 是不一样的 那车型的阳城的量 其实不小 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裸露的地表 我们看到那个像彰化 那个桌水溪 那个沿岸 我们常知道就是说 在某些季节会有沙尘暴 那高屏这边也是一样 高屏溪也是一样 某些季节 其实就会看到这种 尘土飞扬 其实就根本就看不清楚 很严重 那这些所谓的裸露地表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益善污染源的来源之一 那另外也跟陈伟说 其实我们很多人 都很喜欢吃一些烧烤啦 炸鸡啊 其实这一些餐饮业 坦白说 其实它也是或多或少 在一些街头巷围 都有贡献一些餐饮业的 一些油烟啊 液散的空屋 那其实这一些防制设备 如果没有做的话 坦白说 它不只是可以被涮到 这种污染源来 其实对于一些家户的影响 是蛮大的 我自己有一个朋友 他就身为此所苦 因为他们家附近就刚好有一家 声音非常好的这种烧烤店 那其实就会有这个立即的感受 我想就是直接人体的曝露 然后也可以算到 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三大块里面的益善源 其实这三方都是需要 持续的在加盐管制 因为我们都知道 黄泡鼠也不是没有做 它各部会的人 其实在这部分都有一些负责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我们2012年设定的目标 2020年要达标 但没有达标的话 到底是哪一块出了问题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 环泡鼠 至少我们没有看到 他们很直接的 对我们的民众 NGO像过去有14加安的时候 就是到中南部 去跟大家面对面的去谈 当然民众有很多 可能会比较激烈一点的反应 会觉得说 为什么一直空污 没有办法解决等等 但我觉得政府是有 有必要跟民众说清楚 是哪一块没有做到 哪一块做不好 没办法做 困难的在哪里 那个困难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有 针对那些困难 去找出解决方案 否则只是告诉大家 没有办法 达标要再过4年 我想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是我们来谈一谈一个重要的 这个防治的工具 那就是空污费 那空污费 对这个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可能不一定这么的熟悉 不过它其实是一个经济工具 来诱使就是各场所减量的 一种很具体的防治方法 那例如像这个中部 大家说主要的空污 大烟囱火力发电厂 就要年缴1.8亿元 快要2亿元的这个空污费 不过最近整个空污费 近期传出要调整 而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这个部分我们要来请教 王副指引长 首先您可不可以先帮我的 听众朋友简单的说明一下 这个空污费 它所征收的排费的气体 大概包含哪些 好 谢谢陈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空气中 到底流氧化物的浓度 有没有下降 可能没有直接的感觉 刚刚说的那个没什么感觉 但是因为我们在关心这个议题 我们必须去查询那些数字 要知道它的浓度的变化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听众朋友 对于钱的事情 是很有感觉的 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 如果你平常去买的便当 一个某某 比如说排骨饭便当是80块 然后你下次去买的时候 变85块 你再下次去买变90块 你应该会非常有感 这个是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 对于工厂来说 他们要缴的空污费 也是一样非常的敏感 就是说如果它本来是80块 变成90块 这个增加10块钱的成本 他就会去回想说 那我是不是多投资一点钱 来防治空污 那我就可以不要缴 那么多的空污费 我想对于固定污染源 每一个工厂厂家来说 他一定会精算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从80块钱变成90块钱 你多了10块钱的买便当的成本 你会去考虑 我下次还要不要吃这家的便当 可是从这个固定污染源来说 他多了10块钱 他到底有没有诱因让他去防治空污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先让观众朋友们知道 听众朋友们知道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不知道说 到底哪一些污染源是会被征收空污费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空污费的调整 最近的一个重要的争议就是说 就工厂来说 它排放的大宗的空气污染物是什么 是硫氧化物 是氮氧化物 然后是挥发性有机物 还有就是磊状污染物 那磊状污染物的这一大块的征收 会同时去计算 就是所谓的这个千格拱生代奥心 听众朋友这个有毒喔 而且像比如代奥心 还被曾经称为世纪之毒 是请继续 没错没错 陈伟说的没错 所以这个刚刚说的千格拱心代奥心 这些是并着磊状污这一块一起去处理的 但是这一块其实是最晚处理的 等于是这两年才开始收空污费 也就是说我们收空污费的历史 环保署收空污费的历史 真正开始开征的初期 大概是民国87年的时候 那这个当时开征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跟公司藏所的协商 那以现代来说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终于把过去长期 没有征收的磊状污染物的空污费 征收下来了 这其实也是有很多民间团体 包括地球公民基金会 包括非常多的民间团体 不断去要求 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工厂在排放磊状污染物 我们讲磊状污染物 大家知道 就是像我们现在讲PM2.5 PM10 这些都是属于磊 磊状污染物 那过去长期以来是不用收钱的 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开记者会 跟记者说明的时候 他们也吓一跳说 他怎么会不用收钱 对啊 这么独不用收钱 然后健保费一直花 这个根本就是没有防治到重点 没错 我们陈伟已经讲到重点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空污费 我们就会去想到说 我们的健康成本 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污染 造成我们每个人健康的受损 所以我们要花钱去看病 那这个呢 其实是谈到空污费 我们更进一步谈的是 陈伟谈的是健康的成本 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空污费如果先不谈健康成本 因为健康成本更多 更大 那如果他只谈我们刚刚说的 防治的成本 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便当的一个例子 如果从80块变90块 多了10块钱 你可能会考虑 你还不要去买这一家的便当 那从工厂单来看 多了10块钱 会不会让他有诱因说 那我多花一点钱去防治 空污不要让这个空气污染物 这个排放出来 那我是不是可以少缴一点空污费 这个就是所谓防治成本的诱因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波 这个环保署要调涨这个空污费 就是14季的空污费 比较严重的这个空污剂 那23季它要调低 其实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是不太赞成的 OK 这个这怎么说呢 因为空污费主要是落实这个 污染者付费的精神 那既然污染者付费 其实它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 其实都有在污染 那只是呢 对对对 不能说就是那个春夏的时候 因为大自然给力那个风很大 所以就不跟大家收钱 对陈伟说的没有错 因为其实以中南部来说 它严重的空污看起来是14季 但是那是从监测端来看 从排放端来看 它那123世纪都有在排放 那如果从排放端来看 污染者付费的精神 其实是都应该要收空污费 那只是说在第二季跟第三季 就是我们从监测端来看 第二季跟第三季 因为我们大自然出了很多的力气 也就是说这个大气的扩散条件 很好 所以呢 在这个中南部14季的空污 在23季就看起来没那么严重 甚至有时候确实是可以看到 所谓的蓝天白云 那是因为大自然出了很多的力气 把这个污染就是扩散掉了 那所以我觉得从污染者付费的精神 其实23季要把空污费调低 我认为是不对的 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23季还是有空污 而且如果以中南部23季 空气品质较好的状况之下来看 其实有些时候反而是中北部 受到污染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 也就是说23季 你不能只看中南部污染减轻 你还要看本来空品稍微好一点的地方 但是它又变得比较不好的这一些区域 所以我觉得在14季调高这件事情 就足以把这个环保署所说的 这个季节性的费率的落差拉打 也就是说当你已经缴了空污费 可是你14季还是有这么严重的空污 你应该要想办法多做一点空污的防治 让第一季跟第四季 这个所谓的空污费的空气品质的状况 可以稍微改善一些些 那这样子的道理 我觉得是比较能接受 因为环保署他们本身也很强调说 希望可以把这个14季跟23季的 空污费的这个费率在 落差再拉大一点点 看看是不是可以让厂商在第一季跟第四季 可以再想办法让这个污染状况不会这么严重 不过它的拉大是 当然这个秋冬季它是确实有调高 但是它同时也要降低了春夏季 这个其实我们是 其实这个不排除有可能这样一降 会不会春夏季的空品因此也就降下来了 空品也就变得更糟糕了 我们是不是这个举动 有可能会使空污基金也减少了呢 没有错 我们主持人很内行 马上就讲到重点 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 就是环保署在今年的三月就有预告 要调整这个空污费 就是把所谓的第一季跟第四季 还有第二季跟第三季落差加大 但是呢我们仔细看了 它的后来的公告文件 是到今年的九月跟十月 才开始开这所谓的公听言商会 也就是说开始征询这个民间的意见 那当然当时他们是说 因为三月的时候疫情的关系 所以后来就延后了 那但是在今年的九月跟十月 其实我们在参与相关的这一些会议的时候 我们表达的意见就是说 你要看看这样算一算到底增加了哪些空污 然后增加了哪些固定污染源的加速 它可能会增加一点空污费 那哪一些会减少 那后来环保署这边算出来 就是大概1400多家会增加一点空污费 然后3000多家会减少一些空污费 也就是说在一增一减以后算起来 整个空污基金一年大概会少533万 那我觉得这个少多少钱 这是一回事 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空污基金的运作够不够 当然533万对整个空污基金来讲 他们黄大鼠认为影响并不是这么大 但我们觉得就到理上来说 其实现在我们中南部的 这个一世纪的空污还是非常严重 如果空污基金减少一些些的话 会不会也影响到某一些基金的 分配预算的执行等等 这个其实我们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其实像我们刚刚说 其实还是有蛮多固定污染源 跟移动污染源的空污 其实还是降不太下来 那特别也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说 其实我们这几年 我们看到PM2.5的这个高值 是有降下来的 但是南部的状况还是蛮严重的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 这个菊亥跟红爆的次数是有减少 但是我们其实在第一季跟第四季 还是常常是属于这个菊灯或者是黄灯 那特别要跟大家说 我们并不是只要求不要红灯 因为红灯是最糟糕的状况 我们当然是不希望出现 但是如果你一年 四季里面有大概半年以上的季节 空气中还是常常懵懵的 然后你查询AQI还是黄灯菊灯 其实你知道那个污染量并不是少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国际卫生组织 在很多的一个学术的研究机构都告诉我们 PM2.5的浓度是没有预值的 这个预值就是说一个束线值 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告诉你多少以下 是对人体没有健康的危害 那也就是要越低越好 那越低越好 我们最起码希望能够是AQI是绿灯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年均值的是15维克的这样标准 至少能够达到 但是我们中南部常常在这个空污的严重 这个严重的这个半年多的时间 超过半年的时间 我们常常还是灰蒙蒙的一查都是230 230 也就是说这个都还是超出我们台湾的空品标准 那台湾的空品标准跟WHO的比 我们又稍微这个是15维克 国际上是10 也就是说即便是以台湾的这个标准 我们都没有办法达标 那我们其实更担心 到底我们一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在吸的这些空气污染物 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什么危害 这个针对空污费地球公民基金会的主张 是大概要怎么样征收 比较符合民意的期待 是谢谢陈伟 其实我们还是认为 现在的空污费是说实在是偏低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非常多的研究报告 包括房网署自己委托出去的研究报告 也都认为 如果去计算空污的防治成本 然后再加上这个大家说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宗的空气污染物 也就是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 还有这个挥发性有机物 他们其实都是PML5的前驱物 也就是说它会在大气中 再有一些二次的反应 又变成这个PM2.5 那这个研究机构就有去算 如果说它除了算 这两种污染物的防治成本 然后再算它的衍生的污染的成本的话 其实要调升的空污费的比例可能更高 可能是比四倍 六倍更多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 即使是环保署自己委托出去的研究计划 都认为这个空污费是偏低的 然后再加上我知道很多在空污基金 防治的相关的会议上 有非常多的大气环科学的学者 环工的学者 工卫的学者 其实他们都曾经在空污基金的会议里面提出来 空污费是偏低的 那我想在这么多的一个建议之下 我们其实地图公民基金会要再次呼吁政府 要重新去检视 到底现在空污基金收的这个费率 有没有办法跟这个空污的防治成本来对应来看 也就是说如果防治成本是相对是比较高的 那那个工厂端还是比较想说 我就缴空污费了事 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发挥这个 收空污费的精神 因为收空污费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你不要缴空污费 就是你把空污房制到最好 空污费收的目的不是要越收越多 是希望你空污房制越做越好 那我就收到越来越少 那你就不需要一直去缴空污费 对这个其实是良性的循环 那我觉得现在良性循环 长期以来看到的是有一点点但还不够 所以地图公民基金会还是希望 我们不要再把二三季的空污费调降了 那一四季再拉高一些 这样子最起码可以反映到目前大家说的空污费率偏低的问题 那另外一点我们有一些 长期在倡议的事情黄毛鼠一直没有听进去 我特别要为我们云嘉南高屏的民众们说一句话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有机物的空污费里面 它有另外加记征收一些个别物种 个别物种总共列了13种 比如说像一些比较毒的物种 像四氯乙烯 像这个比如说包括看一下 大概有一些物种 就是13种被挑出来的加征的个别物种 我们是不是足够可能要重新去算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比如说像云林六清附近的工业区 那高雄像林园 这个石化工业区 还有大社区附近 我们其实常可以看到13种加征物种以外的 会发现有机物 我刚刚说13种加征的这个个别物种 比如说甲本 二甲本 本啊 乙本 本乙烯等等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附近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 这几个石化工业区附近 这样风险评估报告 你们可以看出这个个别物种 危害到附近居民的健康 可能是有二三十种 也就是说超出这13种 那这一些其实应该赶快来研拟 这个部分应该要算到这个个别物种的加征的空无费 那另外就是刚刚我们主持人陈伟有讲到 其实千格拱生这些是有毒的物种 其实戴奥辛等等这些世纪之毒 它现在的费率也有很多的学者都认为是偏低 我们觉得应该要想办法赶快调高反映外部成本 OK 我刚刚听到这个其实我蛮关心的 意思是说那个目前在几个重工业区 他们周围其实是超出了13种这个挥发性空无物质 但是环保署并没有把这超出的这些把它标递出来 以至于也没有任何的管制措施是这样吗 没错没错 就是说它不能说没有任何管制措施 有管制措施 它可能就是说在污染防治那边 他们会要求它的这个 对对它有一个统包的VOC 就是所有的挥发性有几乎加起来多少 它收一些钱 但是挥发性有几乎因为它的总会太多 可能是数十种可能是上百种 那统包的这个收费方式是一个 但是其实要从里面读性比较强的 另外去加征它的费率 这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现在环保署列出来的挥发性有几乎的这个费率 有一个是统包的费率 有一个是个别物种的收费 比如说像如果这个挥发性有几乎里面有甲本 二甲本的 它一公斤要多收五块钱之类的 那如果是本啊 乙本 它可能一公斤要多收三十块钱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个别的物种 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 在石化工业区附近的社区做的 其实都不止这十三种 那这一些其他的为什么都不收 我觉得是应该要好好的检讨 而且要赶快来把这个成本反映进去 理解 我们现在在听众朋友 我们在谈的是各样就是空无防治的标准 那我同时也要再提出来一个是老问题 但是是根本问题 特别是这个中南部的民众常常会 对这一件事情提出来关切 这个高频空品区 我们目前的这个全台湾听众朋友们 空品区有六大 那高频空品区这个PM2.5的管制的平均呢 其实是把恒春的监测数据也纳入了 那这个我知道王富常常在各个场合说 这样子的纳入其实是不好的 您可不可以多谈一下这其中的问题 还有您怎么样建议环保署 是 其实我们已经跟环保署建议很多次了 因为环保署在高频这个空品区设的环保署的大型的监测站 不是环保局的 环保署的大型的监测站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像美农桥头 人武 凤山 大辽 陵园 男子 左营 钱金 钱镇 小港 屏东 潮州 恒春 这个都是环保署设的这个大型的空品测站 但是呢这些测站他在收data的时候 他PM10是全部都有收的 但PM2.5呢他就只收几个站 比如说像高雄他只收美农站跟前金站 然后像屏东他只收屏东站跟恒春站 那恒春站就是一个非常大争议的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去恒春玩 应该知道如果你那天把头发梳整得非常的整齐漂亮 可是风一来应该整个都那个发型都变了 对 风超大的啊 对 都把空屋吹散了啊 有落山风 所以在那个地方其实不是完全没有空屋 但是如果看PM2.5采集他的话 我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 以108年环保署的测站 各个测站的这个PM2.5的空屋数据来看 恒春站108年的年均浓度是9.1 哇 其实是蛮好的 是 是 10亿下了 对 9.1其实是比中北部都好 那9.1大概是比较偏向于花冬的这个程度了 因为台东是8.2 花莲是8.5 就是9.1其实是跟花冬的状态比较接近 但是他被放到屏东的平均 大家知道屏东的屏东这个站 就是屏东空屏 高屏空屏区有一个站叫屏东站 一个站叫潮州站 那屏东站呢 108年的PM2.5的年均值 平均值是多少 是22.6 很糟糕 潮州是23.1 那大家可以看到 屏东站跟潮州站跟恒春站 落差有多大 那当他屏东的这个整个屏东来说 他只取屏东站跟恒春站 等于有二分之一被稀释掉了 就是有两个站里面 一个站是非常非常低的数据 所以他占比站的二分之一 整个稀释掉了 那就没有办法反映整个屏东的状况 当然很多人说 恒春也是屏东了 怎么可以不算 但是潮州也是屏东啊 为什么不算 有道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我们也跟环保署 建议过很多 恒春站它其实比较像是 背景策站 就是说它没有受到 就是它没有受到 我们刚刚讲的 这些大型的 特别的这种 固定污染源的影响 所以它没有受到 很多交通污染源的影响 所以它不算是 像我们环保署的策站里面 以高雄来讲 凤山是属于交通策站 就是它可以比较能够 去解释当地的交通空污 那高雄来讲 有一个叫工业策站 就是前证站 它比较是拿来检视 这个工业的空污 那恒春站什么都不是 它比较适合去作为 没有一个特定来源的 一个背景的状态的 一个说明 所以恒春站 其实是背景站 那背景站 基本上它其实 没有那么适合 被拿来作为 这个区域的代表的平均 就好像我们 北部空品区 北部空品区 各位如果去阳明山玩 你知道阳明山那里的阳明策站 它的空品是不是比较好 一定是比较好的 一定比你在士林 北投好 但如果你拿台北 你拿北投跟阳明两个来平均 或者台北你拿万华 跟阳明来平均 这样合理吗 那看起来空气就比较好了 但其实不符合实况 对你会把北部的空品区的状况 就是美化了 OK 那大家知道环保署其实没有把阳明站 当作PM2.5的在北部的平均 没有 阳明站它在北部空品区 是所谓的国家公园侧站 它是一个背景侧站的概念 那恒春站也是 但是恒春站被放到 屏东整个这个区域的平均 但是阳明是没有被放进去的 那这个非常明显的落差 可以看到北部的空气品质条件 相对已经好很多了 那南部呢 空气品质的状况是很差的 很差的里面 你把一个很好的放进来平均 其实是非常明显在美化 OK 对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这个你要用的侧站 如果只用PM2.5的少数的 手动值的侧站可以 但是你要胜选侧站 是 至少你要让当地的民众觉得有代表性 有道理 这是我们的想法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平均值的意义是什么 事实上是可以看出到底相对来讲 每一年的状况有没有改善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它要如实的反映现实的状况 因为毕竟屏东大部分的人住在 可能屏东市或者是潮州 或者是其他人口密集的地方 那恒春的人口相对少 那其实有很多国家 其实在看这个PM2.5的采集哪一个站的时候 其实是考虑到人口住在哪里的 因为我们要去看监测值 主要是因为看它这个监测值的目的 最主要是要反映出到底这个区域的居民们 他们暴露在什么样的空气品质的状态 所以它跟人口稠密的区域在哪里是很有关系 在很多国家其实是有考虑这个因子的 那我们是觉得如果高频 它一定要只使用这个PM2.5的手动站 来做采集这个平均的话 那要慎选策站 不可以把背景策站 恒春这个国家公园策站 放到整个屏东的平均 而且它占了二分之一 是 而且综合上面的因素更加觉得高频空品区 放入了恒春 实在是有多所不适宜的地方 对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空气品质的保障 也会因此降低 对 没错 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地球公民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王敏玲 王副执行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陈伟 谢谢大家 被联合国列为一级致癌物的PM2.5 原定自2020年均浓度要达到15 这个标准已经比WHO的建议值10还要高了 原本渴望2020年今年有成 如今已经确定延后到2023年 这幅解释说这个是因为境外扩散的管制不容易 由这个可以见到空污治理多管齐下都不一定能达标 更不要说是采取抠金减两的态度 然而管制这档事往往脱离不了钱和随之而来的民怨 这时候其实也是考验全民愿意为健康付上多少代价的决心了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陈伟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